各位前嫌大家好 后学今天来学习百孝经圣讯极药二 感谢TVC的感谢老前前大德 还有给传师们前嫌齐悲 提拔斋平照顾 让后学有机会在这道场学习 那也感谢班路 还有我们的负责讲师们安排这一堂课 希望我们在学到当中 大家能够学到如何做一个孝顺的人 那这个百孝经总共有84句 这圣讯怎么来的 就是由这一个百孝经总共84句去编的 那这里面是先佛批讯从2003年的每一个 每一句这样去编 然后总共有三年的时间 然后编成百孝篇 那有50个单位 那有19个国家 223匹的讯文 总共有七万七千个字 讯中讯有三万三千多个字 那批完后再由圣讯中心 这一座成的 那里面包括了很多的 金、十、子 及儒家、释迦 有一些三教的讯 你看这就是百孝经 这是讯中讯 很多仙佛士 我非常的厉害 天来之彼 一般人是没办法 最后 在各所堂各地方 都有这种圣讯 有机会呢 大家可以去 所堂看一看 也可以恭请回去 拿着光会文化中心 有这一份百孝经 那道场又把它编成这个圣讯集 所以这本书也在很多地方 就是佛堂也有 那也可以去书籍购买 这样会更容易解 那其实很简单 讲了很多道理 一定是要做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 简单的稍微描述一下 那总共八十四句 百孝天的圣讯集要 有第一个是 天地众孝孝当先 一个孝字全家安 孝顺能生孝顺子 孝顺子 孝顺子利弊明显 这是第一 集要的第一个 那现在我们是讲到第二次 从孝世人到第一步 孝子谢氏即为先 自古忠诚皆孝子 君贤行程举孝人 所以呢 这《百孝经》里面 它有 我们讲到四个纲要 那第一个我们从开始 孝世人到第一步开始 夫先王之道莫大于孝 作名之教木本于孝 遇成圣人之权得 立地以孝 以成其身 广其中树 各位前贤 这《先王之道》呢 就是我们圣经里 不是孝经里面 我们的孔子 在生活当中 然后曾子世 就在他旁边 那孔子就教了我们的曾老夫子 他的学生说 先王有自得 要道已顺天下 就在孝经里面 民用和睦 上下无愿 如知之夫 这是孔子 教导真实 告诉他 这孝的大王 那我们要成就圣人的权德 那比地孝 以成其身 就用这个孝 百善孝 我们先用真诚的洗心 再去做所有的事情 然后往其中树 那中树呢 中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事情 树呢 就是推己及人 将心彼心 那孔子在连语里面有讲到 无道一贯之物 那连语就回 很多人就问了 连语说 夫子在讲的是什么道理 那连语很简单很简单的说 夫子之道 中树 就是这里 中树 在该情形 其实我们 能够做一个全德 就是需要我们 在能够做到三缸五常 五轮八德 那三缸是哪三缸呢 均为成缸 互为子缸 互为副缸 互为副缸 那希望均正成终 那父子指向 那夫贵呢 富顺贤 这是在三缸里面 那五常呢 那就是人 义 礼 自信 现在我们能做到 五轮呢 这是君臣有益 富子有亲 富富有悲 长幼有序 朋友有性 这是五轮 那八德呢 孝 孝 替 诸 信 礼 礼 言 齿 各位前行 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三缸五常 五轮八德做好 那就是一个圣人的全德 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场 有很多很好的资料 圣训 道理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学习 用在我们身上 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着圣行的讲部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百善孝为先 所以我们要做好事 行好事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孝 那懂吗 或许也是在学习 好 那这个讯文《孝诗人道》第一步 我们一起念一遍 孝德人伦之始 大道之机 世亲之本也 万夫重德而开其端 本夫圣志而立其今 所夫善行而达世犯 尊夫宗主而冤流长 成夫亲朋而宗社稷 尊夫木亲而身世道 不推其效益 以殿万德之机 助万事之缘 己行无欠 达存德全效 以宜家宜伯人 如果我们能好好地做 自己的行为 就是能够无欠 就是没有不足 那么就达到全德 就是存德全效 那对我们家庭 对我们的国家都很好 那怎么做呢 当然效就是人伦的开始 就是百善效为先 修天道人道做起 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学了很多道理 没有孝顺 那是不足跟别人谈情 所以我们要从人伦开始 那大道之机 我们这个道呢 它的根本呢 也是从我们侍亲 就是侍奉我们父母亲的根本开始 万夫重德而开其端 所有的德性也要从孝开始 本夫甚至立起今 这是圣人 他们所学习的志向 也是要从这个效果 做人的根本开始 好 所夫善行而达示范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善行 做得出来以后 能够到达让世人当得名幻 好不好 那尊夫宗主人渊流长 也希望我们尊敬追师仰慕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祖先 希望他们的精神渊源流长 那除了对我们祖宗祖先 我们要也能够圣中追缘 除了我们肉体的父母 我们要对我们灵性的母亲老母 我们的祖师师尊师母 我们的老前人 还有老典人师他们 他们的所有对我们的关爱 他们的圣行 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追师了解 然后追随 那尘夫亲朋 而宗社稷 我们要真诚的去对 每个亲朋好友 能够跟他们相亲相爱 那对于社会国家 我们要尽忠尽力 那宗夫母亲的孙世道 最后我们应该能够 爱我们的父母亲 爱我们的长辈 这样才能够示范这个孝道 所以孝经里面有 第一章里面有讲到 身体恍惚受之父母 不敢悔伤孝之十年 必生行道 杨敏于父世 已显父母孝之中年 所以各位请醒 我们今天能够学到修道 未来可以能够 能够遗显父母 那这是大进大孝 就像我们观音菩萨 进大孝 父母也都能够成仙作佛 各位前贤 那我们在推广校庭 那希望我们的万德 这个德性能够立下一个好的基础 然后让万事这个根源 代代如床 好 那我们就到下面 我们了解说我们父母对我们这么好 尤其是父母很辛苦的交扬我们生育 我们来了解他们的恩情 那这有一个一段影片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妈妈是怎么样给我们爱 传扬给我们这份的爱 那希望我们看一下就了解 我们对父母是永远忙不了 赞 现在开庭 请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要求 任奶奶 您说话的时候 得大大声 得让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 法官 我要让他们 付给我房钱 找人要房钱啊 九个月的 我不知道原告所指的房钱是什么 但据我所知 我的当事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长期稳定的住所 也从来没有住过原告名下的任何一套房产 这儿啊 在这儿 他们三个都是足远 在我这儿住了足足的九个月才生出来的 我就是要听听他们说 在我这儿住过的这九个月 是 任不认 认不认 认不认 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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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认 我要的就是这个 那九个月的房间 就让他们看着该吧 我是想让大家伙都知道 我认秋莹有儿子 打劲个气 我老死 我病死 都不用他们老生了 不用了 原告我想确认一下 你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 是否表达完整了 我把他们生出来 我把他们养大 抚养成人 就只有一个年下 大家 就是盘着他们 没神 没病 天挺患的 我是这样 谢谢大家 我们记得这样的 妈妈对我们的恩情 记得吗 永远还不完 我们的爸爸也是非常的伟大 为了我们 都在外面工作 赚钱比起 所以父母就是佛神仙 本事在世佛 何须我们千里去拜龙山 那有一个故事叫 道穿鞋子的菩萨 过去有一个很粗暴的徒夫啊 他想到佛陀山道场去观看 观谁菩萨现什么说法 结果到了以后 老和尚就补众心肠的哽唐回答 要说菩萨的长相 我不会形容 我只能告诉你 他的穿着打扮 当你回家的时候 看见凡穿衣服 倒穿鞋的人 那就是菩萨 那平常这个土夫队 他的母亲非常的粗暴 然后很没有罵 那他听了老和尚这些话 然后他回去找菩萨 结果当他敲了蓝 然后一看来开门 就是他的母亲 真的是把你穿衣服 倒穿鞋 他当下开路啊 就是说哎呀 妈妈这是我的庭上 所以痛哭 跟妈妈道歉 所以各位千里你知道吗 我们的父母都是活神仙 那父母对我们的孩子 永远都担忧 母儿 而行千里 母担忧 各位千里你的妈妈 是不是这样 高学的妈妈 我记得几年前 她今年已经80岁 那她几年前就担心她老了 所以有一天呢 就打电话跟我说 叫我回家去 还有重要的事告诉我 那她就送给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送爸爸的戒指 一个病人的戒指 那五千 然后她还送我 看两个戒指 那五千 一个是她的妈妈 一个是她的婆婆送她 她说一个给我一个给你 那妈妈呢 她还 后来又有一次 还有送 叫我要赶 一定要回去 还有重要事告诉我 就拿了一万块 她说啊 我怕我老婆时候啊 离开人间啊 当你们有着习惯 就是要帮爸爸妈出国 所以希望这个钱先给我 我的妈妈 担心我没有钱 所以叫我一定要收下 各位亲切 天下的父母何尝不是这样 所以你好好想一下 妈妈是不是 常常会关心我们的这个 关心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好好体会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思虑 然后体会父母的恩情 好好的抱怨 好不好 那下面呢 有一个影片故事 就是妈妈做饭 妈过了一百岁 长优八十二的心情 各位亲切 我们一起看一下 您好您是 您是张雨年的女儿吗 对 女儿 你怎么来了 女儿看看你 小手能上这么大了 小手能上这么大了 虽然被婉言拒绝 但张雨莲 还是决定去城里照顾女儿 女儿小时候一生病 她就回报鸡汤给女儿喝 这次 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 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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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来吧 你拿筷子是吧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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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啊 妈妈 这小街还没死呢 你也来咧 妈拿我来 妈赶紧一块吃啊 你吃 你吃 谢谢 这顿饭 你很腰 菜很咸 难得的团聚 她却只来了一天就走了 女儿一再挽留 女儿一再挽留 但她还是执意离开 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 半个月后 养好身体回家探亲 妈 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女儿 张雨莲 六十三岁 一只眼睛换白内障 接近失眠 女儿 另一只 妈 也严重老花 但些花钱 一直瞒着孩子 为了女儿 她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 她可能看不清路 但她清楚地知道 女儿 就在路的那一头 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要翻过两座山头 蹚过一条小河 走二十八公里的山路 要转三次车 到约四个山 坐三十六个小时的长途骑车 她 对这个城市 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 一切都是为了 给女儿做顿饭 每一个母亲都像张玉玲一样 对自己吝啬 但对孩子 可以亲近所有 世界上 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妈妈做的饭菜 那佛也说 孝顺父母的福德 是大到不可思议 这时间上 聪慧的人 他会感念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父母要能够恭敬 他时常的能够供养父母 而且要长生欢喜一些 那父母不管我们多年纪多大 他们都很关心我们 后学的奶奶不到九十八岁 那她从小后学受她照顾 那她在要归空的前半年 她大概知道自己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就跟家人一直叫我联络回去 她要送我东西 送什么东西呢 送她的衣服 一个九十块一百岁的人 送她平常穿的衣服给 这就是阿 她送我 她知道我喜欢女后 就是喜欢做衣服 简简贴贴 还有毛线 那她就把她的一些税物 还有毛线叫我回去拿 各位前行 这些东西现在是没有使用 可是她留下来的事 她对我的案 她也很不放心后学 所以才会挂面 把她所有的留给后学 因为后学很感规 还好我度她求到 所以她归空的时候有身暖如眠 所以孝顺就是度父母求到 那也很多的显化 就是他们那边的神明 观音菩萨叫我的佛父去讲说 哎呀你有举到拜会 不要受金床 不要吃糖粉菜 拜祭各的话 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族 就非常非常肯定后学 说奶奶疼爱我 你奶奶疼你 各位前行 要好好的对父母报恩 那再来这个是孝子谢氏即为先 我们一起念 孝帝德性第一事 赴曰行人之本 始已是亲 终已是君 终已立身 爱亲者不敢故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那这一篇 那这一篇呢 他意思就是孝帝是一个德性 那孝子我们一生呢 应该要孝帝要得性 是孝敬我们亲长 然后兄 有爱兄长 待人处事 诚信要得爱 连行举止 守中和大 以显养父母 以报答亲恩 故情归空的时候 必就能够成就先佛 就是我希望能够好好做 道成天上联合人间 然后怎样能够孝顺 那开始呢 就是我们要这个孝顺呢 就是要从侍奉父母亲开始 再来就是要侍奉我们的君主 我们的老板 那终身的立身行大 那孝经里面有讲到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这是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 对别人不会厌恶别人 那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也不敢傲慢于人 那这就是在孝经里面 再来就是四双亲呢 气要平和 事要与要真诚 心要宽慈 不可能耐心 不可生煩恼心 不可生精不心 能有愁闷心 不能有安淫 不能有愧恨心 居则至其敬 养则至其乐 病则至其忧 伤则至其哀 忌则至其言 事故子曰安民亲爱 莫善于孝 清明以顺 莫善于替 这篇呢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孝顺父母亲 双亲呢 讲话呢 这是行孝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和气 那脸色呢要温雅 语气要真诚 心要宽慈 对待我们父母 不可以冷冷淡淡的对待我们 然后也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烦恼的心 不可以生精不心 那也不能愁闷的心 那当然有很多话要好好跟父母讲 没有什么难言的事 不能有愧恨的心 那讲到这不能有难言的事 后学想到后学先生的二哥 后学八十年社将他们 就看到他怎样对待我们公公 那他本来是在海关上 后来在中国信托 到了那个健保局 那他每次上班回来 就跟我公公一直讲话 讲他工作的状况 就是什么话都在跟我公公聊 那他当作一个很尊敬的长辈 也当作好像是他的小宝贝 他对孩子是很年 但是对我们公公都非常的好 好像他的那个小孙子一样 非常的疼爱 那公公身体不好 后来是帕金斯症症 那因为年纪大了吞夜不容易 有时候还擦就是擦管 然后用那个流子的这样 这样那个管进去 那不能吞夜 那他就很孝顺了 买了很多的中药 然后很多的营养品给他吃 让他能够慢慢慢慢恢复 那在他没办法吞夜的时候 他都买了布丁 然后要吃的药 就放在布丁里面 给他不进去 或是爱意 你就看到他那用事 那他常常就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说老爸爸老爸爸 你听到他对待他的那种 那个讲话态度 就这样非常的感恩 有这么好的一个二哥 帮我们照顾我们的爸爸 也是我们学习的文化 所以各位前写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父母 能够对我们的子女 那么百般的照顾 或对我们的孙子那么的照顾 那你就真的是自孝 那我们在平常居住生活的时候 要很恭敬我们的父母 然后养他的时候 就是要像老奶子一样 逗乐我们的父母 那生病的时候要担忧关心他 然后会觉得想到说 我妈妈有一阵子来我们家住了 因为她看到 那年纪大了也是胃不好 然后吞夜也不是很好 那可能有时候就会咳嗽 那晚上的时候 有一天快12点咳嗽 我的大儿子听到 赶快开个铁门逃出去外面 买那个咳嗽药粉 因为有分14小时的药房 那回来给阿嬷吃 阿嬷很感动 我看你很感动 你可以这样去对待阿嬷 所以阿嬷也很高兴 他也很喜欢我们的小孩 那伤者自其爱呢 就是我们家的父母 如果有走了以后 我们要表述还痛 同学 当然我的生父母 两父都不在 那还是会常常管理他们 也没有机会再跟他们相处 那虽然妈妈也走了几年了 那因为她住过我们家 那因为她住过我们家 所以妹妹看到 跟她一起共用的浴室 梳子 然后她的牙刷 那我先生也很好 为了给妈妈睡比较大的床 我妈喜欢睡大床 还有硬的床 那不许也跟她睡了 那就买很好的床单跟被子 我妈看到那个被子就好高兴 然后每次盖的时候就说好温暖 当然这是她女婿给她的 那现在妈妈不在了 我盖着那个被子 就会想到我的妈妈 那唯一比较安慰的就是后学 希望人生修大 然后劝华所有人孝顺 把这个没办法对妈妈的笑 然后能够学着前人 把这孝心转移 然后希望我们所有的道庆 能够好好孝顺我们的父母 那记者自情点 也就是我们在拜我们的祖先的时候 希望能够追师 然后告诉我们的孩子 说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多么的帮助 所以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 那就安能够教导 我们的人民百姓都互相相亲相爱 那这就是没有比孝顺更重要 然后能够亲民 大家都能够手里顺利 那就比没有比提到更重要 好 那笑再来就是那个孝子继为先 神仙传里面有说 斗中有孝涕王下有孝子光耀乾坤 那单柜集也说 所以以前有一个阳孝子奉召玉帝 他非常的孝顺 想到他的妈妈死了以后 他就哭啊 哭到后来就死了 死了以后到地府去 连往说我没办法接你 因为玉帝要接你为天当神仙 这是过去的孝子谢氏继为先的故事 当然有很多了 只能简单的提到 那自古忠诚多孝子 我们大念一遍 众善之首乃孝为先 孝则得之本语 教之所有生也事 以为人子 当世卿无为事之以礼 于居养病伤寂 必尽乐 悠哀淫 迟时持孝之时 窃窃体孝之中 尽心竭力 法恶无愿 那这就再一次提到说 百善孝由先 那世卿的一些礼节 我们孝则是 德性的根本 教之所有生也 那当我一个人 当世卿应该不能违背 希望我们能够依这个道理去做 那刚刚有说到 在居住的时候 要对父母恭敬 养他的时候 要让他快乐 那我们学老来子一样 逗他 那生病的时候要了解 那怎么样找方法 帮助我们的父母 希望他回复健康 那父母不在了 要表示哀伤 好好的追尸 我们中国最好的传统 就是有拜祖天 那我们到场真的也是很好 很好每天如果有家里社佛堂 就祖先早晚都一举功 一颗手 那时此持这个孝 那就会体会到 这个孝最后的那种中 那我们要好好尽心接力 然后好好对父母 父母也是这样 刚刚我们看到影片说 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 无病无灾 我们也要这样回馈 我们的父母 好不好 好那 那再来就是既能以广此心 推至设计 亲亲人民 孝氏于君 立身行道 以忠孝节义 自身紧度 查古今圣贤辈 皆为忠孝氏 能持忠孝大义者 方为孝子夫 那我们要好好的推广 这份孝心 到我们的社会国家 那能够亲亲人民 是 适与君王 立身行道 用这个宗孝节义 然后当我们修道 做人的一个根本 原则 那最后希望我们这些 忠贞孝顺的人 能够持宗孝大义 那就是一个 孝子 最有名的是包公 孝树传世 他那时候就是为了父女 持了两次的关 那最后 他走的时候 离开人间 那他就受风 当燕娥王 所以有没有听过包公以前 日审阳间 阳间他就是审案 那到晚上的时候 还到阴间去审案 有没有听过 所以人家就是 这么的孝顺 还去当圆娥王 真的是不简单 那这是曾子 曾子 因为他有人去找他 那妈妈没办法 以前没有电话 没现在有这么好的网路 那他妈妈只好想办法 把这咬了指头 哎呀 母子连心 终于 那个 曾子 赶快回来 这是他的孝心 所以跟 妈妈能够 母子连心 好 再来最后 君贤贤贤贤 举孝连 其为人也孝替 而好患上者贤矣 不好患上作乱者 为之由也 其守闻 先王之道 心天下 李之用也 何为贵 恭敬于李贤 李访贤良 国能安邦五定 我 忠诚出于孝子帝 京中报国五 月五目 三顾忙如亮出世 礼律成情 事尽忠 他这是说 我们能够孝顺的人 他不会对上面人 就是 既冒犯别人 那不会冒犯别人的人 那他也不会作乱 这个 先王的道 是 这个天下 这个礼节 用 就是能够合为贵 那我们恭敬 能够礼行下世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国家就是 能够 我们五百官都尽心尽力 那国家是安邦定国 那忠诚就出于孝子 所以 我们最了解的就是 听了京中报国的岳飞 有没有 还有三顾忙如的 朱德亮 李密 他们都是孝子 然后 那 盛朝以孝 正经轮 更古民君举孝明 周公 土握 民归心 得孝 于也 国之姬 令得也孤 无二心 术师民得以民正义 信为天地之大本 用之以国安民心 孝替善荡 顺色正 不久天下以大志 四海生平 好 那我们如果能够这个 盛德的潮 能够用 都是用孝顺 来治理国家的话 那这个民君 他就会举孝人 那讲到这举孝人 我听说 之前有一本书 就是百血圣 老人的百孝经 议理讲述里面有讲到 大陆报导 鸿阳孝道 他们用孝法 法律 只要这个公务员能聘用 他能够干部晋升的原则 就是要孝顺 那我或许这样看 也不知道真的还讲 我们有一个道亲 他住在广西 那他就跟我说 他很担心 他的哥哥就在公家机关上班 但是不孝顺 对父母 这大小生 他说他很怕 他们大陆这样 如果被调查到 他不孝顺 只有工作就没了 所以各位前写 你看 连工作 你看大陆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 这个先佛批的训 也让我们知道说 过去的明君也是举孝人 那作终 那作终 下面有说到 他们像 岳辉金钟报 一笑作终 这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 那诸葛亮呢 他接近忠诚 帮助汉朝 那真的是 是一位忠诚 李密也是 他为了照顾他的奶奶 所以他也是 后来就是写了 陈琴诗 去做官 那作工 他一目三过滑 就是人家来找他的时候 他勤正爱人 他就赶快 那个在洗头的时候 头发湿湿的 过去人头发都很长 那洗完应该绑起来 可是他还没有 他就赶快来跟见人 就是他曾经这样洗得着 接见人 那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 吃一顿饭 吃了然后停了三次 有人找他 他就出了 那 那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 那姚帝呢 他把他的位置 让给孙 还给他的女儿 也让孙当妻子 那儿子也让孙当他的下属 这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就是因为孙很孝顺 好 那我们要孝顺不能等 那歌曲就是当年打了 希望我们能够了解 孙顺父母不能等到我们成名 懂事实就要孙顺 那孙顺父母呢 不要等到有钱 只用心就能孙顺 那孙顺父母不要等到我们有空 随时随地都可以孙顺 那孙顺父母不要等爸爸 你父母在世 我们就要孙顺 好 好 各位前嫌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后学分享到这里 愿天下父母都健健康康 愿天下的子女都能够体会父母的心 愿天下的家庭都能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好 谢谢各位前嫌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在这时候能够吉祥如意 家庭幸福哦 好 谢谢大家